基隆滷肉饭王者争霸 3 2 1 开动 记者会中市长谢果良跟副市长邱佩玲 与关销处代理处长郭宪平跟贵宾们 一起品尝各具特色的滷肉饭 一下子市长就吃完一碗秀出空碗 为首度举办的基隆滷肉饭王者争霸活动进行宣传 基隆滷肉饭 羞猴家 这次共有40家滷肉饭店家共襄盛举 在记者会中端出各家特色 还有难得一见的巨无霸滷肉饭 这样是10碗的量 对 10碗的量 非常高兴我们在12月1号开始 可以进行我们的基隆滷肉饭王者争霸的比赛 在我们超过40家的滷肉饭业者 大家可以票选 找出心目中最喜欢的滷肉饭 那民以食为天 那米也是我们这个台湾也好 基隆也好 最主要的一个我们的软实力跟竞争力 所以今天也非常谢谢农粮署 以及米谷工会 还有我们众店家老板们 都有共同的大家一起来推广我们基隆的滷肉饭 我刚刚 其实我吃一碗不太够 但是我们先把这个活动办完 我等一下再去找第二碗再继续吃 那也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出心目中最喜欢的滷肉饭 然后票选下去 不管是我们的肉羹汤 虾仁羹 或者是我们的排骨汤 甚至是我们的蛤蟆排骨汤 他们这里面都有一个最重要的灵魂 是最百搭的 号称我们全台最重要的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基隆的滷肉饭 在这次的活动里面 其实我们也很感谢 基隆市米谷工会协助 也配合我们农粮署的政策 来帮忙我们的店家 来申请我们的台湾米雕章 秀一下 您可以认明 这个台湾米雕章的这个厂家 就是吃我们账港的台湾米 大跟几百万币 2023基隆滷肉饭王者争霸活动 12月1号起跑到明年的1月15号 民众在活动期间 到名单内的店家消费 享受优惠之外 还可以拍照打卡 上传参加周周抽活动 另外还有网路小游戏 可以克制专属的基隆滷肉饭 活动期间内 获得票数最高的五家人气店家 每家店可以获得奖金与荣誉奖牌 市长谢国良欢迎各地的民众 踊跃来基隆 品尝卤肉饭美食 也来一趟基隆小旅行 记者黄文森 陈淑平 基隆报道